互擦及其减小方法 话说一天傍晚 中学生小明在电视机前 焦急地等待着天气预报的开始 因为他第二天要和同学外出春游 天气的好坏至关重要啊 明天北京地区天气多云转晴 温度7到18摄氏度 太好了太好了 明天不下雨可以尽情地玩了 Oh yeah 可是第二天的情况却是 为什么为什么 昨天天气预报不是说没有雨吗 这天气预报的误差也太大了 哎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生活中的误差 有时候就是这么大 当然 除此之外 在物理学中测量的时候 也会用到误差 它指的是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 例如使用分度值为一毫米的刻度尺测量千笔的长度 A同学的读数是16.77厘米 而B同学却读的是16.78厘米 而C同学读的数是16.76厘米 那究竟谁对谁错呢 其实答案都是对的 这些读数上的偏差便是咱们物理上所说的误差 那么咱们物理上产生误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仪器原因 比如使用身高尺测量千笔长度 像这种由于测量仪器不够精密造成的误差就叫做系统误差 还有测量方法不够科学造成的误差也叫做系统误差 比如使用刻度尺测量硬币的直径 如果直接测量读数就比较不靠谱了 还有人为的因素也会造成误差 俗话说1000个人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当然也不例外的是 同样仪器下测量同一个物体时的读数也会出现不同 还有不同的人去测量同一物体的长度 读数也会不同 比如上例中的ABC三位同学读数就是不同的 像这种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误差称为偶然误差 更重要的是系统误差不可避免 只能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减小 并且系统误差对应的读数要比真实值一直偏大或者一直偏小 那么系统误差怎么减小呢 如果是因为测量仪器不够精密 那咱们就选用更精密的测量仪器 比如测铅笔要用刻度尺 如果是测量方法不够科学 咱们就改进测量方法 比如用卡尺法测硬币的直径 这样就可以减小系统误差了 当然了 偶然误差也是不可避免的 并且偶然误差对应的读数和真实值相比十大十小 那么咱们的偶然误差怎么能减小呢 既然这些读数和真实值相比十大十小 那么咱们就把这些读数求一下平均值 不就和真实值更接近了吗 也就是把错误的读数先排除 再把正确的读数相加 除以正确读数的个数 并且在除的时候 要比读数的位数多一位 然后多的这一位四捨五入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平均值了 以上的三种减小误差的方法中 在我们的中学阶段用的最多的 就是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咱们可以知道 测量时产生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都知道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嘛 并且错误改正之后 就就升级为误差了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明知道误差就在这里 却无法避免 误差就像是生活中的空气 无处不在无法避免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 减小误差造成的影响 人类一直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 你准备好了吗